我知道大家很爱师父 师父也很爱你们 我看你们 我昨天一直在哭 我真的不舍得你们 我觉得能够让你们开悟 学佛想通想明白 这不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是你们每一位弟子 应该尽的责任 希望你们去帮助大家 师父一定要你们去 让每个人都这么开心 让每一个人都活着这么自在 让每一个人都活在 天堂般的人间 实际上师父也是 非常发喜 充满跟大家在一起 人生讲的是什么 就是个缘分 其实你们想想 你们跟师父能够 这辈子这么有缘 前世一定是更有缘分 师父自己已经没有小家了 你们大家都是师父的孩子 所以师父 师父一到父亲节 就更舍不得你们 因为尤其是看到那些孩子 不好好努力 真的心痛 所以看到一些努力的孩子 心欢喜 做过父亲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当自己的孩子出世的时候 父母亲心像救助一样 所以希望全世界学佛的 我们的佛友不要退转 好好努力的 希望以后五十年之后 我们都老了 我们能够一起在观音村里边 天天有我们的义工在一起 一起念经学佛 每天在菩萨面前磕磕头 我们无挂爱无挂爱故 每天什么都不想开开心心的散散步念念经 吃吃栽让我们的心得到安宁 我现在呢 也是年纪大 出来的时间呢 以后会越来越少 所以希望大家呢 珍惜佛缘 珍惜姻缘 真的 很不舍得大家 所以人生难得相遇 真情所在 希望大家永远在一起 那就是百年之后在天上见 感恩你们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 那就是要精进修心脱离六道 一事修成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